为确保安全出行 货车进入市区 各地交管部门都有相应的规定 但部分货车司机为了逃避各项违法行为的查处 竟然组团闯进 集体闯红等等 那最近呢 朱继警方就查获了一个 有组织的非法运输团伙 食人落网 今年2月底 朱继交警经视频巡查发现 在朱继新海县 朱安县等室内道路上 有一支过境工程运输车车队经常在夜间出没 违法行为频发 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他们遇到这个红绿灯口几乎是不停的 他们就是为了缩短时间和被查的风险 在行驶的过程中 多次和车辆行人发生过危险 他们通过连续便道 闯红灯 甚至通过右侧路间行驶 超车 对路上的行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随后 朱继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 通过调取研判1200多小时的公共视频 经多地调查取证 民警全面掌握了这个以蔡某为首的 非法运输团伙的车队规模 运行时间 详细闯进线路等线索 这个车队它实施了连续闯红灯 严重超载 不然规定车道行驶 以及加装炫光灯 以逃避电子监控的抓派处罚 严重超载达到了200%到400不得 近日 朱继警方组织力量对该团伙 进行了集中收网抓捕 共抓获10名嫌疑人 查扣涉案工程运输车9辆 在审讯过程中 部分犯罪嫌疑人漠视交通法规 毫无安全意识 我们最近开的 没有人组织的 你想闯就闯 没闯你就闯 我们也是为了担时间嘛 保险哪里要的话 你一千块去 你死一个人才 比如说像你们这样上班的 这是最高赔率就是80万 自去年11月至今 该违法车队累计往返 京华东阳 绍兴科桥等地运输石料 68次 共397车次 闯红灯630余次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达数千次 急剧安全出行隐患 目前 10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已被刑拘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处理中 记者刘芳芳编辑报道